因為明年 子女工有軟洗的一個年份 所以如果你剛好在這個當下 你有別的女人 那 大家好 面臨選舉啊 我相信有很多人想要問我那個 選舉到底誰上或不上這樣子 那當然台灣的選舉結果 其實我在2022年最初的這個 大型的年度趨勢預測 我就已經說過 台灣原本的執政黨民進黨 應該地方選舉會大輸 會大輸 那果然如預期的就輸掉了 那當然台灣是民主的國家嘛 所以任何的選舉其實都是 大家為自己的未來去做的一個決定 這一次台灣的選舉其實也會讓 全世界很清楚的知道說 原來台灣人他你要的到底是什麼 就像我常說的嘛 那個 我的胖 我自己接受 那我覺得胖胖很可愛 那我不在乎別人覺得我胖 那都OK 這是你自己的決定 那不同的人生選擇裡面呢 最後我們就得到不同的結果 今年的 最後一個月 最後一個月 12月 我們還是來做一下預測 我知道現在已經有人在敲完說 那明年趨勢預測什麼時候啊 明年趨勢預測在什麼地方辦呢 因此啊 明年的大型趨勢預測呢 可能我們就會考慮啊 都是用影片的方式 因為這樣子可以大幅度的節省了 不然我們每年辦 那個現場的預測 大概都要 花很多很多的錢去租那個場地 10萬 20萬的這樣再租 那 包含一些設備 那這個錢 既然 我們辦這個活動的目的是 是要把錢捐掉 那乾脆 我們用比較省錢的方法 那這樣子的話 我也可以實際的就把這個錢捐 捐給 需要的人 但是呢 我們會有辦比較小場 在我們自己的教室裡面 但人數就沒有那麼多 那你們可以搶報名 那我或者是等影片出來 都OK 今年的英歷12月呢 會是犀利的12月23號 會犀利的12月23號 正式進入英歷12月1號 可是進入12月1號的時候呢 他的天干走刃 無曲化寂 還是在那個 英歷11月的這個階段 所以 也就是說實際上到了12月23號 這支影片出來 應該是12月23號前 應該12月23號前就會出來了 那他都還在無曲化寂的狀況 所以我們也都還在碰到了 全世界都是 都還在碰到那種 大家覺得錢不夠的狀態 很多人在講說 命是不要討論政治局勢 但事實上 政治局勢攸關著我們人民的生活 那台灣一變天之後呢 果然那個股票就馬上綠柔柔一片 但因為台灣經濟基本面還是不錯的 所以應該還是可以慢慢漲起來 慢慢漲起來 因為畢竟我們的經濟的狀況還是很好的 現在害怕的是 如果中國 對岸他一直出現這些動亂的情況 我們勢必是會受影響 那在無曲化寂的一直到這個12月 1號一直到1月 國立的 西立的1月05號 都還在 1月04號都還在無曲化寂的情況之下 這段時間大家一定都會覺得自己 那個對錢財金錢 是非常非常 覺得需要很緊迫的 因為這個樣子 年初的趨勢預測也告訴大家 那個虛擬幣會出問題 真的不要再碰了 問題已經爆這麼大了 那爆這麼大的 這個永遠都還是有一些人覺得說 但是他手上那個虛擬幣 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實際上 我不知道來不來即影片出來 但是這支影片 應該是12月中就會出來 不知道來不來即預告 那個虛擬貨幣應該年底 還會再爆一顆 不會只有現在你們知道 這家交易中心而已 在年初我們就跟大家講 無曲化寂的一年是一個大家要回歸基本面 好好一步一腳印認真打拼的一年 任何虛幻的東西 其實在這一年都是一場空跟一場夢而已 那由現在來看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那明年的情況呢 比較特別的是啊 我們在講英曆11月已經開始進入明年的 天干在影響了 那明年呢是葵珀聚雲灘 破均化鹿聚門化全 胎因化科跟碳狼化劑 加上入水祭走 所以內心的貪囊的慾望 造成我們覺得我們希望要更多的人生的機會 而破均化鹿來補這個貪囊化劑 會讓我們呢覺得我們要試著有更多更多 不一樣的方式 甚至是天馬行空 打破過去規則的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來去填補我們的那個內心的慾望 那這件事情在11月該無曲化季的時候 我們會專注在金融金錢上面 但是一旦進入到了那個1月5號 剛好走虧 所以呢他的月的天干 剛好接續明年的年干 所以呢在1月5號之後 回的這個四話會讓你有很清楚的感受 這個時候你就已經不是只是覺得錢的問題了 你可能會覺得你的人生中啊 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你都希望要在年底可不可以趕快 我重新有一個新的動力 跟趕快我重新有一個新的目標 或趕快我重新有一個新的方向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搭訊上明年整年度的這種貪囊化劑的時候呢 我們會在1月05號之後 一直到今年 今年過年很早 今年過年在1月10幾號就過年了 一直到今年要過年的 大概1月20幾號 就過年前這段時間 我們都已經會大幅度的 去受到貪囊化劑的影響了 好的 那可以先預告 明年啊 台灣接著又要選舉了 那這個各種奇怪的招 然後分亂內外夾雜 然後各種豪舍的新聞官非 然後互相的謾罵 很沒有辦法的呢 我們明年要再玩一年 明年大概冬午之後又開始再玩一次了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呢 在這個動亂的情況之下 或許明年我們可以重新回歸到自己的內心 那你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你真正要的是什麼東西 可以認真來看一下 你自己真正需要的需求 在還沒有換天看之前 大概還沒有辦法認真 那當然也許你看影片之後 你就覺得老實說很有道理 那我現在開始認真這樣很好 那如果不行呢 至少你要在1月5號以後 開始認真的思考 我接下來明年我真的要的是什麼東西 去釐清自己內心的那個慾望 免得被自己的那個破均 帶著你去做一些其實不對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其實錯誤的決定 那我們來簡單再來講一下說 那這12月的時候呢 要注意什麼事情呢 12月的時候呢 既然是貪囊化氣 所以呢 在貪囊心 如果在命公的 官務公的 夫妻公的 財博公的 那只要你的貪囊心是跟 只會放在一起的 連真放在一起的 或者連真在對面的 都要注意 在12月份呢 因為明年 子女公有卵洗的一個年份 所以又是一個 桃色的年份 所以說 剛剛的這些組合 你差不多在12月 你就會比較容易 會有一些桃色的機會了 這樣的機會 在這個狀況之下 往往來的人 可能都不是 你可以期待的那種 長長久久的真愛 那當然 你如果追求 小小的 歡愉 偶爾的開心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月份 反正那個 現在台灣的聖誕節 也就跟情人節差不多 跨年也跟情人節差不多 這是一個 小小有機會的月份 那比較大的年份 當然是明年 因為明年整年度 都在貪囊化氣 再來 如果說你是在福德公 或者在天才公 或子女公 或者是 都會表示說 這個月份 你會需要比較多的 心靈上面的幫助 或是心靈上面的支撐 那在福德公的當然是希望朋友給你 在福德公的當然是自己會希望 要去做旅遊 或是找 重新找到 自己內心深處所需要的事情 那 呈現呢可能會是需要 家庭的溫暖 或是需要 性 對啦 也有 那這個是 那如果是在命工呢 命工的話當然它就會連帶影響到十二公位 所以這個月份 會是你想要搞清楚 你明年到底要幹嘛的一個月 那這是整個貪囊化氣 在整個月份上面 在影響大家 所以可想而知啊 我們這個這個月份 又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名人 有逃色糾紛會出現 是在這個月份 然後也可以看得到呢 在這個月份呢 會有一些 企業的醜聞案 或者是說 中國應該會 會有一些 大家對於生活上面的追求 然後會聚在一起 然後會大聲的呼喊 這樣子 上海啦 廣東啦 武漢啦 湖南啦 四川啊 重慶啊 北京啊 新疆啊 大家都有很多人啊 因為一起覺得 哎呀 內心很空虛 我們就一起 來去路上散步一下 大概都會有這樣 情況會出現 破均化路呢 在命公 官樂公 財博公 的破均化路 如果你剛好旁邊是舞曲 或者是對面是舞曲 都表示這個月 是一個會 會花錢的月份 花錢買夢想的月份 在命公 可能 你就會去尋找 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去做一些學習啊 或是去 在工作上面呢 去希望要多做一些發揮 而願意啊 花錢 那 當然你如果是在 官路公 那也會是在學習上面 那為了要 能夠多賺一點錢 會有多一些賺錢的機會 會去做一些努力 如果是在 普遺公 或者是在 夫妻公 或者是福德公的 這個也是 會是在這個月呢 會把錢去花在 追求自己心靈 上面的 滿足跟成長的一個月份 那如果說 你旁邊不是舞曲 你旁邊的 旁邊的那個破均性旁邊 做的是 聯真啊 或者是 紫薇 如果是聯真的呢 會希望要拓展更多人脈 那紫薇的呢 紫薇當然是去做自己啦 紫薇的他會去追求 什麼事情 讓自己覺得開心 就會往這方面去追求 那坦白說 在這種混亂的月份 對於個人來講 嗯 越是局勢混亂的時候啊 越是要去 探索自己個人內心 你所要的東西 然後去追求 你要的是什麼 這樣子 比較相對的容易去 避免掉 混亂環境 對你個人的影響 明年啊 是 明年是奎卯年 奎卯年啊 是 老天要 給大地做變動的一年 環境會有巨大的力量在影響個人 那這個時候呢 就像我們在碰到大風浪的時候 你越是有辦法立定自己的腳跟 越是有辦法清楚自己的目標 越不會去受到環境的影響 接下來呢 是聚門化權 聚門化權 當然不可否認 就是一個在溝通上面 或者是說在 言行上面呢 會希望掌控主導權的人 就想掌控主導權的月份 所以呢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啊 如果你是你的 命工官務工 有巨門化權 在合理的情況之下 這是一個 你要去爭求什麼 爭求什麼 爭奪什麼 當然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很不錯的 在台灣啊 因為選舉都過完了嘛 那現在的 吵架其實沒什麼太大意義了 但如果是在 全世界來講的話 這確實是一個啊 在想要發生爭取自己權利的一個月 爭取自己權利的一個月 那如果是在 財博工或福德工的話 財博工或福德工的話呢 那就表示說呢 你會希望在這個月份啊 多做一些溝通 或者是呢 多做一些學習 可以讓自己啊 帶來更多更多的賺錢 或者是充實心靈的機會 那如果是在六親公位上面 就是跟人有關係的 什麼父母啊兄弟啊 仆役啊子女啊 那個夫妻啊 這種公位上面啊 要切記一件事情 如果你家老婆不聽話 你家老公不聽話 這個月份是 好好的叫他聽話的月份 但是如果說 同時間你的巨門旁邊 有帶了兩顆煞星 煞星呢有四顆 地空地也不算煞星 四顆煞星 火星陀螺 晴陽跟靈星 如果說你的巨門星旁邊 放了這四顆 而有巨門畫圈 這個時候呢 你在跟他做溝通 跟叫他要聽話 效果會更好 但是 如果超過兩顆 那如果這是你老公 那也要注意說 會不會 雖然效果好 但是他就是乾脆不要理你 所以這有點小小的風險 這個是要注意的 那其他的呢都是 在這個月份呢 比如說你在朋友之間 講話會有發言權 再來呢 是太陰化科 如果啊 你是日月 你是那個太陰跟太陽同工的 或者是呢 太陰天同同工 太陰天同對拱 或者是日月對拱 在流年或者是流月的夫妻公 或者是大宣夫妻公 都要注意啊 如果你剛好在這個當下 你有別的女人 那很容易被抓到 所以這個月要小心 那如果說呢 你剛好是人家的小三 那你要小心自己被抓到 所以這個月要小心 要乖一點 如果不是單純就太陰性來說 在命公、財布公、關布公 這都是一個 快快樂樂享受 然後就可以得到 心理滿足的一個月份 當然當然要注意說 如果你的太陰心 原本 就有畫技的話 或是畫權的話 那會在這個月份呢 你可能啊 會有一些 想太多啦 跟自己造成煩惱啦 這樣子的問題 那如果是在 六七公會上面呢 那建議在這個月份呢 多跟這個人出去玩 去吃吃 去喝 那回到剛剛所講的 在月環境動人的月份 我們月應該要回歸到 自己個人的身上 你才可以去面對這個動人的環境 好 希望呢 大家快樂的 度過十二月 然後我們即將好好的過年 今年過年過了比較早 然後也會比較冷 大家要保暖一點 接下來 台灣人不用戴口罩了 可是呢 流感應該會大流星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身體的狀況 那 那 今天的最後一年 下次我們就是 2023年見了 好